一样高度的三米板和十米台 为什么还要提前几天过来适应场地呢 那运动员来到新的场馆 主要适应一些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胖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胖特有日志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小胖身后的背景不太一样呢 没错 现在小胖不在阿德莱德 他在布里斯班的比赛场馆 那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我带大家转一转这里吧 那我是提前三天就来到这 开始适应场地了 家人们是否奇怪 这不一样高度的三米板和十米台 为什么还要提前几天过来适应场地呢 那运动员来到新的场馆 主要适应一些什么呢 首先是场馆的空间感 通常训练馆比较小 比赛会比较大 那从视觉和身体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其次运动员得在新场馆内 重新寻找目标点 这是为了在跳动乐时 有个固定参照物 运动员在空中翻转时 会利用参照物来辨别身体位置 调整打开时间与控制压水化技术 最后是器械的适应 这对跳板选手留位的重要 跳板虽然制作工艺一样 但起跳起来实际感受完全不一样 有些很弹很轻 也有些很重不弹 所以大型的国际比赛 场馆中都会有三块跳板 可供运动员选择 而运动员会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进行试跳 家人们现在了解运动员需要提前两三天到赛场 是为什么了吧 一是适应场口环境 二是寻找空中翻转动作的参照物 三是熟悉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器械 可不是提前过来购物逛街吃喝玩乐的哟 好了 那今天的小胖吊主日记就聊到这里了 那大家看到这期视频时 我估计马上我就要开战比赛了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给我加油 那我是小胖 咱们下期见